走进屏东胜利新村这间餐厅 日式建筑的空间 在欧峰家具及家饰品点缀下 充满浓浓的异国风格 餐厅业者是来自土耳其的丘吉尔 与台湾妻子丘一金 丘吉尔原是电子工程师 来台出差认识了丘一金 后来成为台湾女婿 决定在台居住分享家乡味 我爱屏东 我爱台湾 它是生长在地中海的地方 就是爱情海的地方 所以它平常的饮食 就是从小就已经 吃这些东西长大的 那所以它就是把台湾的 台湾的朋友比较 跟他们吃的东西比较不一样 所以它就 以前出台都常常自己做菜 那所以它想要留在台湾 它都想说 可以完成它厨师的梦想 从小生长在爱情海的丘吉尔 偏爱地中海料理 相较台式大火快炒 所有食材都以慢火烹调 由于母亲和六个姐妹都很会做菜 她自小而如木染 在烹饪方面也展现出天赋 餐厅以无菜单料理的形式 接受定位用餐 主菜可选择炖牛肉 烤鸡 阳西等 阳西的话 它就是 这是他们的香料 所以就是没有羊烧味 如果说不敢吃羊肉的人 可能来到这边他们也都没有 如果没有跟他们讲说这个是羊肉 他们可能也还吃不出来 在华丽的器皿装饰下 搭配副餐甜点饮品 看起来相当丰盛 从汤 沙拉 还有就是老板的手工的 一些配汤类的 一些面包之类的 那个应该不算面包吧 就是那种酥饼 对 配汤的 然后再来就是 正餐的话就是有 有土耳其的饭 还有土耳其的饭跟台湾的饭也不一样 他们就是会比较有味道这样子 老板很擅长 制作甜点 拿手的还包括土耳其国民小吃 像是这外观有点像是 米粉的卡达耶夫 包着核桃带点坚果香气 吃起来很特别 丘吉尔为了纪念饮室母亲 以母亲的名字为餐厅名 分享家族的手艺 希望客人能像他一眼爱上 胜利新村般 也能喜欢他的手作料理 欢迎到爱分享土耳其餐酒馆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看起来